今天在我们家花池子 来收获一些洋浆 这是什么季节呢 应该是春天我种的洋浆 现在已经长这么大了 看看这么大个儿 我挺喜欢吃洋浆的 这玩意儿早上起来 拌个什么醋 拌个什么相当好吃 拌点盐 当早餐 早菜 再挖挖看看 这个 又有 这个 又捕捣手 这个 这边还有 我这边湿分湿的比较多 因为这边有个无花果素 这个小一点 这边呢 这边 没什么收获 把头给去掉了就不行了 这边 也没收获 这几棵再挖一下 看看 弄不动了 这边不大 这个呢 也有些小收获吧 看看 这边呢 行 羊浆啊 上好的羊浆 这收获羊浆呢 这个土地挺软的啊 咱就不用铁鲜了 再挖一点 再拔一点 出来 这具猪 这具猪 怎么样 哎呀 也是收获满满啊 羊浆呢 又叫鬼头浆啊 鬼子浆 这个去年啊 当地卖的时候 也就是两三块钱 一两块钱一斤 不一样啊 有的卖的贵一点 有的卖便宜一点 但这毕竟是自己种的呀 自己的劳动果实 自己来收获 这个看有没有 哎 哎 也有不少 正好 这两天土地比较潮一些 这小 这个呢 哎 这个收获还可以 这个比较大 地下应该还有啊 再挖一挖 找一找 这一块呢 哎 也不少 还这边还有一颗啊 哎 哎呀 这颗不行 几乎没有收获呀 啊 这里的土啊 本来是特别薄 一薄薄一层土 后来我们呢 从山底下啊 然后一袋一袋的装啊 装了十来袋土啊 拉到这个地方来 这样才有比较好的土 再种下什么好的东西